剧版的《古董局》《终局》大家都看过了 前两部是由夏宇饰演的男主角许愿来出演 第三部是以许愿的爷爷为背景而展开的故事 由曲楚肖主演 两者之间各有各的特点 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作品 那么你是否想过雷佳音也能饰演许愿呢 目前电影版的《古董局》《终局》已经定档在了12月2日超前典映 12月3日正式上映 本身因为剧情很长 对电影版并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对于这一次的演员却还是充满了期待 首先大家要知道 电影版的《古董局》《终局》和剧版的还是略有不同 主要讲述的是日本将归还国宝武则天的佛头 但是却指名道姓要许佳后人来出面接收 但是许佳已经没落 不得已只好找到了许愿出马 其中饰演许愿的便是雷佳音了 从演员的专业角度来看 雷佳音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 毕竟也是一位老演员了 从塑造的角色来说 目前通过预告片其实可以看到 雷佳音和夏宇走的并不是同一个风格 雷佳音将许愿塑造成了一个落魄 却深藏许佳健保技术的闲人 有种大隐隐仪式的感觉 还是蛮让人想要一睹风采的 另外在影片中 李线则是担任了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要不然 从剧版的第一部到第二部 要不然的角色都经历过换人 但是唯一不变的便是要不然很帅 而在影版中 李线也继承了这一点 毕竟是偶像剧出道 李线的帅气还是很让大家放心的 从演技来说 预告片中的李线还是很有塑造感的 然而对于这部影片 可不仅仅只是李线和雷佳音 让人充满了期待 其中还有很多角色 都是耳熟能详的熟人了 比如在影片中会出现的 黄烟烟则是由新直磊主演 新直磊算是一位 在圈内比较低调的演员了 一般提到新直磊第一印象 就是敬艳 当然 新直磊饰演的很多角色 也都十分记忆犹新 比如庆明年的《海棠朵朵》 怒情相惜中喜欢上这部少的红姑娘 新直磊的风格 属于那种又撒又可爱的类型 这一次出演黄烟烟 估计会别有一番风味 另外 这一次还邀请了老戏古葛优的特别出演 据悉葛优在这次影片中 将饰演许愿祖父的一位顾骄名叫富贵 并且还和许愿一起参与了追击老嘲讽的行动 不得不说 这样的阵容还是蛮让人期待的 虽然剧版塑造的人物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一个角色本身就不该只有一种形态 说不定这一次的会更加完美呢 那么你是否期待该影片的上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